弟兄姐妹们 祝内平安 那时候 耶稣对群众说 天国好处 好像洒在海里的网 网罗各种的鱼 网一满了 人就拉上岸来 坐下 捡好的放在器皿里 坏的扔在外面 在今世的终结时 也将如此 天使要出去 把恶人由义人中分开 把他们扔在火药里 在那里要有哀哭和怯齿声 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 他们说 是的 他就对他们说 为此 为此 凡成为天国门徒的金师 就好像一个家主 从他的宝库里 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 耶稣 耶稣 讲完了这些比喻 就从那里 走了 马斗福音 十三章 四十七 至五十三节 弟兄姐妹们 从耶稣的教导中 我们肯定 将来 每个人都会面临 一个被选择的决定 一人得永生 恶人受永罚 面对这个终极决定 我们总觉得 遥不可及 离自己很远 殊不知 他可能 就在支持 这不是一种恐吓 而是一种现实 犹如 最好的朋友 某天 突然得了绝症 自己 只能感叹 生命的无常一样 终极决定 由天主执行 功既是功 过既是过 功不抵过 唯有正义 终极决定的审判标准 既是自我抉择的结果 天主赋予每个人自由 可以做自我抉择 每天的生活 由无数个自我抉择所组成 好的自我抉择 要坚持 逐渐成为生活的习惯 方可得到 心中常感悠然自得 坏的自我抉择 要摒弃 否则 恶习残生 困扰一生 现今 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值得解体 很多人认为 要给自己 许多犯错的机会 不然就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 又引用古文说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以这句话 作为犯错的合理性开拓 却不理会 还有后半句 过而改之 散莫大言 犯错是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事 若不是故意为之 则无过错 相反 就会害人害己 若长辈 助长这种教育观念 那么晚辈 必然放荡不及 我们可以说 任何行为 若失去了 好的初衷 就失去了 其中的价值 让我们每天 认真 做好每个选择 为得到最终 美好的结果 愿主 助有我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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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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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